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核 防细菌 防化物 真是了不起 这个是门上面电线的管道 进入坑道了 温度呢明显比外面暖了好多 因为人际罕至的原因吧 空气中扑面而来一股美味 灯光有点幽暗 感觉挺吓人的 这一段两边是红砖 顶部呢就直接是开凿的岩壁 坑道全长一千五百米 高两点五到三点二米 宽的话窄的地方呢是一点五米 宽的地方六点五米 坑道这里经过一个拐角呢是豁然开朗 墙上图片展示的是这个工程的前世今生 经过展示厅以后呢坑道又变得狭长了 并且坑道两侧挖建了功能大小各异的洞室 来参观一下吧 警卫室这里是 手掌室 值班室 这里有一个房间是宣传和生化知识的 这个是武器库 这边这个防化室 防化服挂在那儿好危险 礼堂 礼堂还是比较宽敞的 足以容纳几十个人吧 会议室 会议室 这里是通讯室 这些那个年代的通讯设备 你们都看到过吗 除了这些呢 可能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功能区块 那么由于坑道里面呢 氛围太过幽暗了 止步于此 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来看哦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